有网友问我说 既然每个人最终的结局反正都会死 为什么我们还要到这个世界上来努力 我想就是因为我们有一天会死 就是因为我们很不容易的能够来这一趟 所以我们要好好地把握时间 所以我要用我的三本书来讲 我的人生态度 第一你要超越自己 因为我们很懒散 我们爱拖懒 我们爱拖延 我们不想读书 我们想睡觉 起不来 你要超越你与生俱来的弱点 然后你要创造你个人的风格 你不是别人 虽然你的声音不好听 但是你可以表达的很好 虽然你长得不漂亮 但是你有你个人的美 这是你创造自己 创造个人的风格 最后你要肯定自己 是天地当中不可或缺的存在 你不是白来这一招 你有你存在的价值 对你说